据台湾媒体报道 韩国女团TUNY ONE在2016年底无预警宣布解散 让许多死忠粉心痛难以接受 但成员们私底下依旧维持好交情 24日是团圆朴春生日 队长CEO27日晒朴春蒙照 并赶紧补上祝福 虽然迟了点但还是祝你生日快乐 附上的是朴春的对话截图 姐妹情让粉丝十分欣慰 其实上个月26号是CEO的生日 前一天更登上了冬季奥运的闭幕式舞台 朴春在社交媒体祝福最爱的队长 Happy B-Day Charlie 展现彼此相知相惜的好感情